大家好,我是昆頓,今天在我網絡的另一邊找到來自馬來西亞的歌手 又是蔡詠琦,Annabel,你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Annabel的蔡詠琦,來自馬來西亞 哈囉 我知道之前可能已經有些觀眾會認識你 因為你之前參加過《中國好聲音》 也在幾年之後,現在終於推出自己的第一首個人單曲 一首叫《逃文不符》 其實我想問一下,過了《好聲音》怎麼多年 為什麼現在才推出你的歌曲呢? 這段時間就是在2019年 其實我2018年就是第一次參加《好聲音》 我2018年參加《好聲音》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還是在唸書 那時候我在被考著馬來西亞的高考 就相等於高考 就要進入大學的一個很重要的考試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特別的忙 就一邊比賽一邊要唸書 那之後比完賽過後 我們這邊就多多lockdown 就是因為關閉疫情嘛 然後就限制了所有的行動 那個時候呢,我也進入了大學 然後在家唸了網課一年 之後一直唸書到去年年底才畢業 所以這個單曲就算是大學畢業後才出道 然後發的單曲 OK 所以這段時間其實就是完成了自己的大學學業 然後才決定可以去做歌手 但其實在中間這段時間 是不是很確定自己 畢業之後都是想行演藝這個路向的? 其實到現在呢 我依然把歌唱當作一個興趣愛好 就是當作一個我很享受的一個職業 一邊認真的生活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唱歌來滋潤我的生活 興趣來的 但是也可以做一個自己的職業 去跟人分享你的音樂 那這次我們等了這麼久 終於看到 啊 蔡詠琦終於真的要出道了 Annabelle 要用自己的歌曲 去跟大家說 hello 當你要去想自己的 去計劃自己的第一首單曲的時候 其實你有什麼想法在這裡呢? 其實這首單曲 它源自於一首馬來文歌曲 那時候我就發了幾首歌給我聽 就是幾首馬來歌曲 他就想說 一首歌要不我們試一試 我們從一些馬來歌 然後重新改編成中文歌曲 然後他給我這首歌 那這首歌我就蠻熟悉的 也特別喜歡這個旋律 然後我才說 不如我們就選這首歌 來作為第一首歌 然後就有了這首圖文不符 當然我們在中間也是有做了 不同的一些改編 一些 melody 也是有做出一些改變 嗯...一首改編自馬來文的單曲 也是你自己本來很熟悉的一首歌 然後放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有一點在 melody 上面有些改編 就現在做了你的圖文不符 其實你想去做歌手的時候 因為其實大家等了很久 你自己都期待了很久 有沒有想過其實要去出第一首歌的時候 其實那個方向 為什麼會是現在這首歌呢? 其實這首歌曲圖文不符 大家聽到的話就覺得是一首很有一個力量 然後是一首抒情歌 有關注我的朋友 就是我在比賽的時候 我的選曲都是這一類型的 就是抒情歌、漫歌 就是屬於比較打動人心的那一個類型 所以出到第一首歌曲呢 我就想用我平常擅長的這個曲風 就是抒情歌來作為 不為不符這個歌曲 在做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本身很喜歡 原唱那個馬來西亞的 那個馬來西亞曲的版本 但是當他放給自己 要去做自己的單曲 做圖文不符的時候 一首抒情歌曲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idea 去跟團隊溝通 其實內容想表達什麼 那個方向為 你自己有沒有這個想法在裡面 這首歌《圖文不符》 它的詞是由我們馬來西亞一個DJ作詞 這個歌詞其實它想要帶出的意思就是 送給那些在愛情中 出落傷害的男孩女孩們 圖文不符 為什麼叫圖文不符 就是我們在認識一個另一半之前 就是我們可能對他充滿各種的美好的想像 我們就會覺得 哇這個人他好像很符合我心目中的那個人選 然後在一起之後相處了一段時間 可能就覺得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人好像跟我一開始認識的他不一樣 就覺得是不是好像他變了 是他變了還是我變了 還是我一直都只是在想像 所以才會有這首歌圖文不符 所以在經歷過一些可能挫折吧 就希望大家聽到這首歌可以很勇敢的決定 是否要留下來還是果斷的離開 因為就是這樣 嗯嗯嗯嗯嗯 其實之前可能我會看到你在玩比賽的時候 當然去cover其他人的作品 可能中間一些時間你都會去做一些cover的事情 但是今次第一次要去做自己的原創歌曲的時候 其實那個分別或者那個感覺會是怎樣的 其實那首歌還挺開心的 因為那天我們錄歌的時候花了也不會太長的時間 大概半天左右就把這首歌 那很快啊 哈哈哈哈 半天 其實也好幾個小時啊就在錄音室 然後一直在抓著這首歌的感覺 然後天詞人也是有來到現場 就是給我解釋 他寫的這個詞啊 每一句啊代表什麼意思 他的靈感是源自哪裡 其實他的歌詞其實有源自那時候很紅的一部韓劇 就是 呃 Queen of Tears 雷智女王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嗯 那時候真的特別特別的火 所以就用了裡面一些元素去放在這首歌曲裡面 而你也都很容易拿到歌詞的感覺 所以你喜歡看這個韓劇嗎 喜歡啊 ZiZi 喜歡喜歡 特別喜歡看 從小看到大 嗯 那現在的話 嗯 我媽媽就是一個 佛陀的韓劇迷 她差不多每一晚如果有在家都會看韓劇 然後我有時候就跟她一起看咯 哈哈哈哈 很好的一個活動就是在家裡面 是是是 嗯 好了這次要做自己的彈曲 當然唱歌是一個你很熟悉的範疇 但是同時間咦要拍MV 要演戲哦 這方面你自己覺得是怎樣的啊 老實說這是我第一次演戲 雖然是沒有對白的 但是真的是第一次演戲 就是哇有CAMERA對著你的臉 然後你需要跟人家對戲 真的是 對 很神奇耶這種感覺 但是很開心這次我的MV有請到了來自香港的一位男演員 叫做Jason 對 也是香港人 然後他真的很專業 他尤其是不管演什麼戲份 他都是非常的棒 但是因為我沒有經驗嘛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靠他就是 引著我進去那個戲那個感覺 嗯 希望我的演技還可以再多多的加強 哈哈哈哈 因為在MV裡面會看到你會有一些可能拍拖很甜蜜的部分 但也有一些很傷心的部分 其實不同的戲對於你來說 哪個情緒比較難去表達啊 我覺得最難最難的就是要生氣 其實要開心還是要傷心我都OK 只要是我自己一個人演的我都OK 但是生氣的時候就有螢幕嘛 就是跟著男主角坐在餐桌上 他就是一直看手機啊要回信息 然後我就很生氣 他完全沒有跟我說什麼 就是直接離開了 那一幕我們MG了很多次 因為我一看到他我就生氣不起來 就一直很想笑 所以那邊 為什麼 為什麼很想笑 因為我 我就覺得好難生氣 我一跟他對到眼睛 我就笑了 就一直笑著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你拍MV的時候一個趣之際 原來要Annabelle把生氣是有點難度的 只要看到一個男主角你就會很想笑 是啊 是啊 可是你享受這個演示的過程嗎 我挺享受的 就是它就是讓你嘗試一些你平常可能不會做的事情 就是一堆人啊 有的拿著燈 然後有的就是拿著鏡頭 然後有導演跟你說你要怎麼樣做 身體要怎麼擺 就真的是很棒的一個經驗 嗯 那唱歌和演 因為現在做歌手其實唱歌都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配套 就是要演戲之類的 你覺得在這個身份上你自己適合嗎 我其實我一直都很想嘗試演戲 所以一直都沒有這個機會 但是希望以後可以有這個機會可以嘗試演戲 嗯嗯嗯嗯 那現在聽到你的第一首個人單曲叫《逃文不符》 是一首你自己比較拿手的抒情歌曲 那其實有了第二首歌的計劃嗎 有的有的 下一首歌我們就目前在籌備中 希望明年年頭可以推出 下年年頭就會等到Annabelle的第二首個人單曲 那希望有機會再跟你聊天 再跟你分享一下你的唱歌位 你去拍MV的一些趣事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你 好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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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